是 Sichuan Roger的離言 文欣議員 因為我的懶努應該是比較能折騰 比較愛鬧 現在我是非常喜歡踢 Teachicht 所以等于是小时候等于是在部队大院里面 在北京 对在北京 然后等于是很多小孩全是部队里边的家属 你记忆中间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记忆当中小时候有很多 因为是部队大院里边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 就在你们一上小学之前 等于可能都是在家里边 或者一帮小孩在那个家属院 在这个地方等于全是我们的一个自由天地 然后最深的话应该有几次吧 比如说是因为家长是不对 我爸是连队的指导员 可能他对小孩比较凶 如果你要是做错事 可能会打 就这个意向都比较深 包括你小时候养蟋蟀 就是你逗区去暑假不做作业 然后可能会拿板凳 追着你拍你那种感觉 也是印象很深 就是你父亲 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部队的军人 很多都打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要做错了 他会当着别人的面先打你 是这样 直到别人说算了算了算 他才会停 这就是一个军人式的教育 那在你这个成长过程中间 有没有什么人对你影响特别大 无论是你的父母啊 或者老师啊 或者什么朋友 怎么说呢 其实还是父母 我觉得 其实父母的话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不对的这个大院 其实他对那个做人的态度 还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其实很多是受这个影响 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父母 你觉得你有没有在生活中到现在为止 特别难做的一个决定 你做对你来讲 对你的事业也好生活发展 很有决定性的这样一个决定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什么时候发生的 其实说有时候 我觉得很难有特别难的决定 起码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有一种是那个 就那一秒钟的坚持的决定 可能对我来说是挺难的 就有点像当时 我一样最深的是考副中的时候 中央美学副中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很小 然后自己心里是很热爱画画 但是可能我们那边的老师 看了我的画那些作业 他就觉得我可能最多能考上 美术职业高中 这个时候我的家长 就是我爸妈 是比较信任他的一个判断 就建议我不要再去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去考什么美校啊 考副中 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 因为那个全国招40名 觉得这是很遥远的 那时候我可能是 就是连着一天两天晚上闹 就是那个时候自己是很难过 就觉得我真的很想上副中这种学校 但是就知道自己可能画的 真的可能比别人好像差很多 就那个时候 小时候我印象这事很深 但最后还是闹了几天兼职 说还没有考过 为什么就先判死刑 所以那一次完了以后 可能是第一次父母开始相信你 自己可能有一些能力的 因为最后三个学校全都考上了 这样子 那你小时候 就是想当艺术家呢 还是更多的想踢球 最早是想踢球 因为我觉得踢球是还是很开心的 在球场上 然后后来是因为 其实在踢球当中 小学三年级 他们受伤 就是眼睛 就是受伤 做完手术以后 就是不让运动了 是这么着才开始安静的 当时也喜欢画画 但后来完了 只有这一条路旋 你会发现你安静的画画上 你会觉得画画也真的是很好 就慢慢就转过来了 就是从你小时候到现在 你觉得你有很大的变化 我自己觉得 应该变化不算特别大的 我觉得还挺正常 就跟咱们有时候看小孩 老觉得小孩什么样 长大估计孩子什么样 那比如说你和十年以前相比 你觉得你有什么不同 不存的是一种感慨 比如你十年前 你不会想到现在会是这样 就跟现在似的 有时候很少去怀旧到十年前 可能会反而想 十年后会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是看不见的一种感慨 或者一种未知的感慨 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点 那你想象十年以后会什么样 或者你想成为什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实话实说 我很难想象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有些事我必须要做 或者是必须要有些事要做完 所以这种感觉我有 但是你肯定是 还是做你的艺术事业 还是做你的创作 应该是吧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 不会把它绝对的 就是说认为它是什么 绝对的当代艺术 就分得那么明确 可能我喜欢艺术 或者我喜欢做影像的作品 或者说是拍电影 我可能会尽量靠近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最喜欢的东西去做 然后同时我觉得现在 跟十年天如果还有一点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学会珍惜生活 不可能丢掉你身边的每一分钟的 那么可爱的 那么美好的生活 就丢掉了 我觉得这个是 除了艺术以外 你有没有别的特别爱好 爱好 其实 因为自己踢球腿也受伤了 很多的业余活动都没法玩了 其实我比如说体育 很多体育活动我是喜欢的 是这样的 现在可能更多的 也许就还可以靠游泳 就慢慢的开始这种 那你看吗 看球吗 看 就是是不是很球迷的那样看 不会绝对球迷 但基本上还是挺球迷的 所以有时候去国外餐厅展览 可能更多的跟别的艺术家 聊的都是足球 那如果有可能你说 你还有另外一种才能 你希望是什么 绘画 绘画 那你不是一直在学绘画吗 不知道 因为其实有时候拍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跟绘画好像心里的感觉在远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喜欢绘画 你还画吗 现在开始慢慢的画 但是可能对以前的绘画的理解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有可能将来还是做一个画家 同时不是说放弃你的电影 或者这个录像 你会可能也同时是一个画家吗 因为我现在有点慢慢开始承认 有些人的时候 说我可能是在拿电影机画画 什么意思 在拿电影机画画 所以我隐隐约约的开始有点承认这种感觉 确实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是靠 但画家呢 顶级来呈现 我觉得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刻意的 单向性的来描述这个感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